用快鏡看著肚子 將來將去也挺搞笑的 你真的可以看著它 放進烤爐座 拿出來, 真是超棒 這枚梅窩最懶惰的, 叔叔 你是不是可以拍的? 很肥 大家好, 阿Wing 很久沒有跟大家去做護術活動 這次我決定做一些新嘗試 不在於什麼行山、滑水和踏單車 而是去梅窩參加冥想工作 就看看我這麼無耐性, 公義敏症的人 能否成功放鬆新心靈 沉醉在大自然當中 現在立即上船出發 這個工作坊的地點就是Hido 位於銀礦灣路, 即銀灣村再入一點 在梅窩碼頭走大概15分鐘就可以去到 大家經過消防局旁邊的路牌 接著指示就會來到一個被捉圍住的地方 要進去就看到超可愛的貓貓 還有一個真有魚的大魚堂 後面就擺放了不少桌椅 讓客人坐下, 喝杯咖啡 所以就算不想參加冥想或瑜伽工作坊 也可以在網上預約時間吃個brunch 老師首先會做一些自我介紹 解說為何成為了聲頻療法的導師 然後又會問問大家從哪裡來 互相認識一下 在正式開始之前 他就給了一個本地製造的精油我們 可以塗在掌心, 再放在鼻桿面前 深呼吸 嘩 然後想像自己背著一個很重的書包 一夜連同呼氣丟到地上 當然不少得打開雙手深呼吸 不過看來呢, 最近吃的太多 胃腩有點明顯 接下來呢, 就有些像冥想 老師會叫你留意一下周圍的聲音 那時候我最大的困惑就是 究竟那種聲音是來自那個聲帶 就是現實的呢? 而另一個困擾呢 就是我常常都會聯想到學校的東西 例如這個動作就是要圓宇的胸胸壓下去 一邊按就一邊在想 這個是第幾條臘骨 怎樣去檢查肝臟 幸好有些比較特別的動作 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 例如現在這個呢 就是用一個鼻孔去呼吸 既然有瑜伽戰 當然是要做一些伸展活動啦 不過話說本人呢 是非常之愚蠢地在BBQ的時候 撥風撥到拉傷了一些肌肉 所以這個動作是非常之有困難的 接下來呢 有個挺有趣的練習 就是用我的腹部骨頭把氣氣敷出來 嘩 還有蝴蝶圍著我翩翩起舞 很快就來到我最期待的聲慾環節 一開始呢 都是要配合著音樂吸氣和呼氣 老師現在用的樂器就叫做降舌鼓 也都叫做忘憂鼓或者空靈鼓 用快鏡看著肚子上來上去都挺搞笑 然後就來到我最喜歡的重撥 最重要是老師會走到每個人的耳邊敲一次 令你好像跟音樂融為一體 至於這個這麼特別的沙槌呢 我就不太記得它叫什麼名字了 不過它吵得來 又完全不會令人覺得煩焰 而這個風靈 不單止帶我抽離繁忙的香港 還令我想起日本的一點一滴 唉…究竟什麼時候才會去旅行呢 在完結之前再做一點呼吸練習 包括在呼氣的時候發出墨風的聲音 嗨 以三百元來說我覺得這個工作室都算值得 因為整個環境真的很輕鬆 很放鬆 最重要是雖然你都可以用YouTube播出的聲音 但你絕對不會專心到 以後你給了錢你一定會坐下來慢慢聽 再加上它有一個真實感在 它真的是環迴立體的聲音 所以會令到你頭皮髮腰好像被按摩一樣舒服 我見Google Mac說後面還有一個小農場 現在就去看看有沒有羊仔 這裡完全像一個沒有人理會的方塊農場 但那裡有很多小羊很有趣 看來我的羊畫有些文法錯誤 他不太明白我說了什麼 你怎麼吃樹枝啊 牠比我家的貓更多 啊 牠吃了 好吃嗎 我餵的 這是免費餵草活動 雖然冷年前來梅窩已經介紹過幾間餐廳 但接著來這間真是我的私藏名單 它就是Fusion旁邊的La Pizzeria 還在小時候第一次吃這個披薩 完全是好像打開了一個新的味蕾 原本我做過一個workshop 之前是超級肚餓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平靜了我的心境 生完做完之後會不會這麼肚餓 所以除了披薩之外 我就點了這個Ciso Salad 希望可以新鮮一下 麵包和生菜都是爽脆的 我喜歡這個醬汁有一點酸味味 謝謝 他還給了一些芝士粉 我們淋上去 大家看到我後面有個女生坐在這裡 她剛才是點了圓條一條的豬辣條 就要自己吃 所以我證明真的很好吃 一個人都吃得完 雖然其實我也應該吃得完 這麼快這個披薩就來到 現在立刻炆開去 看看有沒有拉絲的效果 好熱 有 這次我們選了燒雞披薩 你真的可以看著他放進烤爐 再拿出來 真的超棒 最重要是他心夠熱 摸上手很脆 裡面又很鬆軟 不知道大家小時候 吃不吃披薩辣 我自己是完全不吃的 每次都會給我媽媽 長大了之後才會欣賞他的鬆軟和煙韌 雖然他這個披薩沒有菠蘿 但也還有採椒 有綠葉和酸忌廉 接著讓我帶大家去一間 專門磨窩特產的隱世小店 看看你能否買到 何時果然種植的黃皮 原來的黃皮和菠蘿 一早已經在最熱當時收割了 但我只是看完很老套的Facebook才知道 原來梅窩曾經有一個菠蘿山 有些農夫甚至有超過2000棵菠蘿樹 真是做1000個菠蘿薄都用不完 看來網上說的東西 只是對家貓有用 原來梅窩最懶惰的 好肥 好漂亮啊 許帽 真彈彈像麻糬菠蘿 上次拍片帶了大家去看 銀扒冬和銀扒菠蘿 但其實有一個更加澎湃的菠蘿 在更高的位置 現在就去看看 狗的屁股真的很好笑 想不到走進來反而看到農作物可以買 我看到有番薯和蘿蔔都挺漂亮 現在馬上去買點 這是甚麼來的 紅薯 當飯煮用食 過糖水有單 過粥有單 50元 我們跟著Google大神的指示 沿著奧運鏡走上山 打算可以遠望到瀑布 或者可以有條小徑下去 但誰知道 它是騙我們 我們上網查看 原來要在山腳買一些路牌 或者村口進去才可以到瀑布 我們走了十分鐘樓梯上山 是得到的 現在就要下山看看哪條路才是對的 大家記住 這個有紅色字的木柱 上面寫著窩田村火箱 然後沿著後面那條小路下去就對了 剛才有人下去看完瀑布上來 就說很快五分鐘可以到達 幾經辛苦之外 我們終於來到這個 I'm not bobo 好久沒有聽過這些流水聲 我覺得對比樓下的銀礦瀑布 這個是散開一點 好像散發一樣 而且附近沒有人 因為不知下面有個涼亭給你休息 如果想一個人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這裡也挺適合 今天很難得可以親近大自然 平時坐在電腦前面的溫習 很容易就會露閉室 所以大家也記得要出去曬太陽 喜歡這條影片就記得 喜歡 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第一時間知道我下條會帶大家去體驗新活動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